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俄国军方和中国的人有一个接触 然后在大概是把酒言欢谈得很高兴的时候 俄国人反正喜欢喝酒 然后就说不知道他们是有意透露还是无意 反正说当时中国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搭查 因为谁都没有接到这种指令 谁敢随便搭查 所以就过去了 过去的但是回去 他们肯定要向上请示汇报 但是咱们上面没有回应 就没有 现在我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老师是什么人 李丹慧 李丹慧老师 因为这里就说到华东师范大学 你们都是冷战时研究中心的 这个沈志华老师 沈志华老师来我们节目好几回 聊这个朝鲜战争 是吧 其实他太太更厉害 所以他们夫妻俩就一块来 但是我这次觉得 不让他们夫妻俩同在这聊 因为上次试过 怎么样 我发现这个夫妻俩都是学者 他这么一聊没法聊 老公说话的时候 太太总在一边指出他的错误 说不是这个不是那个 不是这个 这就没法聊了 所以我觉得咱们单独 李老师 李老师 为什么我记得 其实是前两年咱们就聊过 聊完了之后 他给我留下一个话头 引起了我的兴趣 所以咱们不妨 讲今天中国跟周边的关系 从哪说起呢 对越自卫反击战 就当年跟越南打的这场仗 你像他们研究这种国际关系的人 他当时讲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 他说当时邓小平打越南这场战争 实际跟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 有很大关系 所以今天咱们又接上这话头了 您跟我们聊聊 那我就 我就简单谈一下 当时打越战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 其实现在是有几种看法 一个就是这个也是我认为首要的一个 就是要打击苏联 因为苏越已经结盟了 那么中苏关系当时是处于一个很恶劣 就很差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那么苏越结盟 那么就等于是在中国的南边 有越南一个敌人在那 所以呢 那么苏越结盟的中国就想要打击一下 打击越南同时打击越南深厚的苏联 主要是这个目的 那么第二个首要因素 主要因素呢 就是一个改革 就涉及到中美关系 实际上有点停滞 到这个77年78年 有一点停滞 发展比较缓慢 而邓小平上来以后 他在搞 随着他的这个改革开放的 这个他的战略的推进吧 他就 他曾经说过 这是一些学者说 看就是看他的谈话 他曾经说过 如果要搞改革开放 就是苏联人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再和 依靠苏联 那只有就是依靠美国 只有美国人能够帮着我们 来搞这个改革开放 那么所以呢 他就是 要打一下苏联呢 就是拉近中美关系 就是促进美国调整 对中国关系的步伐 然后呢 来促进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 有点打给美国看的 对啊 他就是告诉美国 你看我在帮着你牵制苏联的力量 所以79年初 邓小平访美的时候 曾经跟那个卡特 他们就说过 说我要通报一下情况 说我要那个 我们想打越南 然后当时卡特那边 当然美国就说 还是不打好吧 就是说 那么邓小平就说 那就是我们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后来以后说 卡特的那个回忆录里 也就说了 邓小平说话算数 那就是打越南 这不是就说话算数 他就确实回去 没多久就打了 然后美国后来给中国的是 他没有明确的说 我支持你们打 因为不可能 这种关系不可能 他不能让苏联知道 我明确的支持中国 要打这个越南 所以但是他提供的消息是 我们可以帮着你们 来监督苏联的动向 我可以想 因为当时其实中美之间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准军事同盟关系 咱们特别是那种军事通讯 这方面什么卫星监测 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 真的 所以美国呢就是说 我们可以帮着你 苏联有什么动静 我都可以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就无忧了 有美国 有美国在这帮着 那么所以就 邓小平回来 下定决心要打 那么再插一个 就是苏联到底是 当时是一个 按道理来讲 苏联之间是盟友关系 他们签有这个条约的 你如果中国去打 他是有义务有责任 去出兵帮着这个越南 但是他没有动 而我们采访的就是当时 这个驻苏大使 他就说了 他说苏联人不仅不想动 而且他把 因为是天冷嘛 二月份 一二月份的时候 东段都是水界 中苏边界 东段是水界 对吧 是 乌苏里江 黑龙江 对吧 还有湖 然后全部结冰 和很厚的冰 他把那个冰都凿碎 表示他不过节 对 像中国透露这种信息 我苏联不会过节 就是苏联那时候 实际上是想要调整 对华关系 而且他也不愿意 中美之间走得那么近 这对他是一个很无力的 这么一种状况 所以他是有这种表现 所以你打他小兄弟 他就能不管 对 他不管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就假如说他当时 想调整对华的这个态度 那为什么一开始 还要做这么一个 苏联结盟呢 因为这苏联结盟很明显 也有一个假想的对象 就是中国吧 因为中国的反苏路线 并没有改变 是 所以他在 还要巩固 对 他要巩固 他必须要抓住越南 越南是他的一个 关键的国家 他能够抓得住的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稍微抗衡一下 就是美国 想这个东南亚地区的 这种渗透 所以就说这个 三十年 要不说弹指一会间 就是你看 当年的这个 这个什么 你看他们研究冷战史 美苏中 现在呢 你看又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现在随着 中国的这个国事的 这个变化呀 你看 中国这一圈国家呀 最近你看这两年的新闻 都发生了种种的 这种关系 这个什么越南呢 这个这个这个 东南亚 缅甸呢 包括那边印度啊 什么什么苏联呢 这些对你这个研究 这个这个边界史的学者来说 引起什么思考啊 就我来讲呢 我是认为啊 就是边界问题 是最好是早解决 越早解决越好 这个呢 我还曾经有过一个 有过一个变化 过去呢 我认为就是中国可以 比如说在这个 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 我们可以 可能在某个时间段里边 我们就不解决 不解决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 边界斗争机制 就利用边界机制 来 来做砝码 对对对 作为砝码 但是从现在来讲呢 就是随着就是后来的 这个研究的深入 还有一些观念的转变 我是认为呢 边界问题 解决越好 越利于就是你和周边国家 就是周边环境的稳定 因为边界问题 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特别是周边国家 涉及到 比如说华人 华侨 民族问题 就是在东南亚方面 对对 东南亚地区 那么就会很敏感 他们就经常会 为这个事情就是闹 闹得厉害呢 实际上对中国不利啊 只是说你在解决 边界问题的时候 你要到底怎么样 因为中国在历史上 就是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全都是 特别是毛时代 基本上都是放 就是让 只要能解决 我可以 争议地区 我可以 咱们就 我就放就给你了 是这样的 我是从这个 如果你要谈到 目前的这种状况 我认为边界问题 早解决 早好 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现在都是 包括老百姓都感觉 咱哪能让呢 咱们不侵占 他们就算好的了 但是现在有个 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您原来说的 边界问题 做砝码 就我觉得 大格局上讲 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 它又会产生 一种副作用 就是边界问题 很容易混进了 别的问题 就别的问题 发生毛病的时候 对 边界问题 这种东西 一掺和进去 那个问题复杂化 而更复杂的地方 我觉得今天跟毛时代 有个很关键的不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 比如说 你说毛说要放 那老百姓小的吧 就老百姓小的 又能怎么样呢 但今天呢 这个 今天的中国 不再是过去那个中国了 有了一个所谓民意的 对 这个民意 民情 民主主义 各方面的东西 掺和进来 边界问题呢 就牵连出 一连串的这些事情 那个政治后果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 这个是 这个不是就是说 中国要让的问题 我主要是觉得 如果解决边界问题 这里边有两种状况 一个就是历史条约造成的 隔让领土 这个呢 就一定要遵循 就是国际法的原则 那么国际法的原则就是 就是政权更迭以后 我其他的政治性条约 我可以不继承 对吧 就可以完全废除掉 那么在边界问题上 关于边界的条约 涉及边界问题的条款 什么这个协定 是要继承的 因为你如果不继承 这个真是会天下大乱 中国老百姓 我咱们就以中苏边界为例 中国老百姓 有很多那种特别强烈的 就是民族主义情绪 一下会起来 就是和这个 过去的 我们所说的 什么所谓的 就是不平等条约 割地 不是割给苏联 150万平方公里 对啊 和这个是联系到一起的 我们这么多领土 都让他们隔走了 那个 我们还不跟他们要回来 其实这个是一层 但是老百姓呢 他可能并不太了解 什么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这个边界条约 可以不计 可以继承 老百姓并不知道 我们也缺乏这么多年来 特别是就毛时代 就没有教育 没有国际法 没有谈过 对吧 是 那么这是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状况呢 就是争议地区 这个争议地区 在谈的时候 那就是要看了 这个争议地区的话 谁让 谁不让 怎么个让法 这是一个很难谈下来的 说想要把这个边界问题 很快的 很和平的 合理的解决掉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对啊 这谁能让呢 是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因我而不同 似特酒 酿酒 东方神韵 似特东方韵 这中苏边界上 有什么好玩的事 中苏边界上 这好玩的事非常多 咱们可以先谈谈 就是50年代 因为50年代 特别是50年代初 这个中苏结盟以后 这个不是苏联社老大哥吗 苏联社老大哥呢 那么这个中苏边界呢 就是双方共同守卫的 这条边界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苏联 就是中国的这个 边境地区的老百姓吧 基本上没有什么 临谱概念 边界概念 各种越界的方式 对 50年代的话 跑过去什么 去摘果子 牧羊的 对 放牧的 那边水草好 就给放过去了 然后还有什么 跑过去吓唬一下 苏联边防军 因为它有一段是 叫剪辑带 就是检查痕迹 有没有越界的痕迹 是用推土机推过的 平整的 然后你人跑过去 不是会留脚印吗 对 然后就是冲过去 吓唬下唬边防军 然后让这个苏联边防军紧张 其实他们也不紧张 他们就会 但是他们确实会驱赶 让他们回去 他们就是想看看 苏联边防军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各种 各种这个越界 就是老百姓 不想活的 就是老百姓闹着玩的 对 但是60年以后 就随着就是中苏两党 这种分歧的 加深 斗争的激烈吧 然后这个边界冲突 也越来越激烈 所以到60年代 这个中苏边界的事情 就越来越多了 一直到珍宝岛 对的 一直到珍宝岛发生了 一场战争 其实对很多边民来讲 这种国界争议地区 我建议最麻烦 这不只是中苏啊 我们跟别的地方也好 别的国家建议也好 常常都是边民 会引起一些冲突 但我有时候 常常说那些边民 游牧民族啊 他们的角度去看 是很古怪的事情 因为他会说 我们游牧民族 本来也就没有太强烈的边界感 自古以来 他甚至他也可以说 我们自古以来 我爷爷 我珍宿父 就在那边 说那个朝长豪怎么样 他的整个生活半径就这么大 但是问题是 国家界限一划下来之后 这就成了一个麻烦的根源 是不是常常都是因为这种问题 对 你说的这个很对 因为特别是中苏西段 因为他有那种 非常深厚的民族血缘关系 对 不管你哈萨克民族 和他那边的血缘关系 维吾尔族 和他那边的血缘关系 我们现在说说维吾尔族 实际上好像 原来没有这个过去古 古说我们叫维吾尔 现在维吾尔 但是有俄国学者说 是他们的科尔克兹族 就是他都有这种 非常深厚的血缘关系 再加上有牧民族 竹水草而稀 他那边的水草好 那我就自然而然过去了 然后又有这种民族关系 在里面 所以我们才能会有 1962年不是爆发了一次 大规模的就是 伊利塔城事件 伊塔世界 就是中国的编民 都是少数民族 都是他们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等等 然后就是鞋儿带女 带着牲口农业生产工具 然后是跑了有七万多 就跑到苏联那边去 然后苏联那边的中亚几个共和国 在那边设立接待战 有棚子 然后接待他们 来了以后发给他们 好像每人也不是多少 卢布安家费 因为他们那边也缺少劳动力 所以他们也欢迎去 你说这个像这游牧民族 它是不是会有一种 就是我愿意当哪国人 我就能当哪国人 就跑 我就是哪国人 国家身份的观念 对 它这个特别是西断 你知道西断就很有意思 是什么 西断是50年代的时候 就是1950年 中苏在谈判这个条约 签新条约的时候 因为西边的新疆地区 没有新的少数民族的课本 所以当时中央指示塞福鼎 塞福鼎要去苏联 继续就参与周恩来的 那个谈判的时候 就说你去苏联 想办法把苏联的一些课本 带回来 用作新疆 给他们少数民族用 所以呢 塞福鼎带回来的 都是苏联的课本 苏联的比如中小学课本 他课本里的内容都是 我是苏联公民 我的这个首都在莫斯科 我是什么什么 都是这种 然后呢 咱们又是50年代这种 这种兄弟 亲密的兄弟关系 也不太在乎 对 根本不在乎 所以可能就中央政府 就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么 所以到 一直到伊塔事件之后 然后中国 我从中国的答案材料里面看到 才进行 加强进行三个一教育 什么三个一就是 一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首都 北京 原来都是乱 原来都是乱 首都在哪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 我忘了是 一个党 中国共产党 还是一条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 反正是三个一 这种教育 然后 所以香港 现在讲什么国民教育 有些地方很难搞 难搞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慧渊酒精 年份丸江 五井共酒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雅居乐 海南清水湾 李老师的这个丈夫 沈志华老师 刚才在场外指导 说让他讲 六四年中苏边境谈判 是吧 那个有什么密文呢 那个很有意思 1964年2月到8月 是中苏之间第一次边境谈判 那么中国代表团的方针呢 是一个就是要坚持说苏联是不平等条约 第二个呢就是解决争议地区问题 那么毛泽东有一个底线是交代给代表团的 说苏联代表团的只要承认了不平等条约问题 那么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 我们就都可以不要了交给代表团是这个底线 那么代表团认为很低 这门槛非常低 很高兴 但没想到谈起来 苏联不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 那么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 双方呢在避开这个意识形态的争论了 开始在谈这个务实 谈谈对对对 然后是双方的这个有一个边界工作小组 就这个东段边界问题 已经达成了协议草案了 这时候就除了这个黑瞎子岛 福燕三角洲 黑瞎子岛对于苏联来讲 是比较有战略意义的 它不放以外 其他的就是主航向 主航到中心线 中国一侧的岛屿 它全部都归还给中国了 如果要是这个条约要是签论的话 就没有69年的 正报道冲突了 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么所以到六月底的时候呢 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叫于战 是外交部的苏东斯的司长 于战就很高兴 就安排这些苏联代表团的人 说到北戴河区域疗养去吧 然后他们就走了 结果呢 就没想到7月10号 毛泽东在这个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 是他们的左派 就左左不跟三的时候呢 在这个日本人呢 提出了说 日本和苏联之间有领土问题的时候 毛泽东忽然就说 说他们占的领土多了去了 说这个什么历史上 什么勘察家半岛等等 那150万领土的账 平方领土账 我们还没跟他算呢 这就提出了第一笔领土账的问题 结果这个呢 本来是一个和这个代表团 聊天的事 但是他知道这个代表团 接着就要去香港 然后再回国 而且并没有告诉他们 我的谈话 咱们是内部的 你不能够对外发呀 所以呢 他是7月10号谈完以后 左左不跟三 他们11号然后就到了香港 然后就举行记者招待会 就把毛泽东的这个谈话 就给捅出去了 那苏联就不签约了 然后你看捅出去之后 接着就是日本的这个 各大主要媒体就报道 结果就事情一下子就 就给就是一个轩然大波 当然赫鲁晓夫非常恼火 咱们先说就是中国代表团 休假结束以后 又回到了那种意识形态斗争的 那种义愤填膺的 然后又跟他提出了什么 唐弩乌梁海问题 这是17点1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这是第二笔领土账 然后3.5第三笔领土账 争议地区 结果到了8月22号的时候 苏联代表团说我们不谈了 我们要回国了 然后中国代表团这时候又想往回收 说我们能不能先把草案给签了呀 苏联代表团说不签了 我们要回去 如果你们要签要谈的话 以后到莫斯科来谈 人家就不理咱们了就走了 结果接着就是9月份 9月15号 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 也是个日本人 然后就谈到了这个领土 他没有直接 但是是针对毛的 他就说苏联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然后说我们苏联拥有 你知道是拥有毁灭性的武器 谁胆敢侵犯苏联的领土 我们就让他就有去无回 那么实际上就是核威胁了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谈话 毛的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客观上导致了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破裂 如果中国还想谈 你觉得就是他的他的这个性情脾气呢 还是他的是某种谋略呢 对你提的好 我认为是他的谋略 他设的这个门槛一点都不低 因为他这个时候想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已经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靶子竖在那了 他认为中共党内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所以他不能让谈判成功 一团和气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那怎么去搞这场运动 这一件是冲这儿去的 对所以这个门槛一点都不低 俩人都借着日本人聊起来的 他实际上是就是要舆论 要对苏联作战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所以更加这次 在民体主义的关上 发到更紧更紧 在民体主义的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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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体主义的关上